朋友呢出来打算看车了 什么车呢 宝马的全新的5系啊 5系呢因为新出时间呢并不长 加上5系呢 它整个外观呢 要比以前有一个比较大一个改善 尤其是牵连 那么我们也来看一看 新款的宝马5系这辆车 落地需要多少钱 又或者说呢一会儿呢 我们也试驾一下新款宝马5系 这辆车大家感觉又怎么样 动力又值不值呢 那我们走着 我们一起和我身后这位朋友呢 来看一看新款的宝马的5系530吧 来这个呢就是啊 准备今天呢要看宝马5系的 这么一个啊准车主的个人呢 是非常喜欢新款宝马5系的 毕竟呢新款宝马5系呢 也是刚刚上市上 前面呢就是销售了啊 马上呢就要走到宝马5系的一个 身旁了马上就要坐进去 旁边呢是个740 这个呢就是宝马5系啊 感觉呢确实是要比宝马7系呢 要小了一大圈 当然哈价格呢 毕竟不是啊一个级别的 销售呢说是先他啊 试诚一下子先交一交这辆车 怎么开啊怎么样子的操作 页面啊或者说呢 这辆车呢啊 怎么样子能让它最舒服 以及它的S档之类的 剩下呢就是让今天这个朋友 来试一试了 后排空间呢看上去也是挺大的 外加一个哈曼卡顿一个音响 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个 我朋友呢把这辆车给开了起来 他个人呢是认为 这代宝马5系呢 中控的确是好看 但是中期改款呢 就是把这个屏幕进行了 更大一个尺寸的一个变化 其实呢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整个中控台呢是这么一个黑色的 座位呢是红色的 红黑搭配呢 确实是显得上非常的年轻 也非常具有运动化了哈 但是宝马5系呢 这个朋友呢 个子挺高哈 1米87的一个 身高 坐上去呢感觉是有些顶头了 所以说哈 为何现在这么多人都喜欢买SUV 而不是去选择轿车呢 尤其是北方啊 像山东啊 北京啊 河北之类的 就是因为啊 空间方面呢是不如SUV的 再加上一个通过性呢 是稍微的差了一些 实价总体来说呢 就是认为这辆车第一动静呢 非常的组合 220T的高工 253匹马力的 B48的一个发动机呢 在匹配上 它这么一个8AT的一个财富 一个变速器 换挡逻辑呢 是很平顺的 那我们再和这个销售 来谈谈谈一个价格吧 公正费 啊就是 我们给你办那个公正费 不是你这个利息是多少 这个发年 这个话是单利6啊 这个总的利息在这 所以我们看一看 三万六千 三万六千六吧 还在那一万多六亿 啊这六 嗯 啊 你还这六少啊 嗯 这是三七三年 嗯 这是三年 这是明年加进 对哦 如果 下款了 下款的话就是四十七万七 你没有利息嘛 这不简单了 加个保险 然后加个经济 经济 经济是下款经济率很高的 刹花就是四十七万七 加八千把你保 嗯 保下保利博 有利博是什么玩意 摩小店货币商店 三千多 刹花是景天还有什么 嗯 台湾摩小店货币商店 我们不知道 不是保下保 还有个什么钱 没了 下这个加保险就行了 嗯 最后听到这么一个价格呢啊 这么一个朋友也是认为这个价格 是有点太高了啊 销售呢 也重重的套路 半分期呢 是要交一些手续费的 这些无可厚非往包一些利息 而交全款呢 还是要买一些大礼包啊 包括精品之类的 这个呢 就感觉实在语气 也说不过去了 而且价格呢 基本上是没有怎么降 只优惠的大概是一万的块钱 最终呢 这辆车谈到最后呢 是只谈到啊 47万哈 连上保险呢 这辆车最终全部落地呢 一定是想打斗了 51万的这么一个啊 非常好的宝马的5系 高光率的2.0T的 这么一款车型了 就不大感觉如何呢 花一个啊 50来万买这么一个宝马武器 值还是不值呢 那下期呢 还要看什么车